最后看一下单列模式的场景 我这儿列了几个 第一个呢 GQR只有一个$ 就是GQR的全局约数 我们都知道是$ 对吧 但是它只有一个 怎么叫只有一个呢 就是你如果一个界面中 引用了十遍GQR代码 它也只有一个$ 明白吧 它这就是个单列嘛 对吧 然后模拟登录框 模拟登录框呢 我们会拿代码来写一下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场景 就是所有的登录框的形式 都可以用单列模式 大家在日常工作中 或者说做客人设计的时候 那你做一个系统 难免会有登录框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 很常用的一个场景 最后呢 我们再列举一下其他的 就是不会讲特别细 但是也是单列模式的一些 OK 第一个 GQR只有一个$ 大家首先想一下 它是不是单列模式 如果是你错误的 将GQR引用了好几遍 这样的话 按理说它应该会有好几个 或者说会有重复 对不对 但是呢 它内部自己会有处理 如果是它检测到这个 里面有GQR了 它会直接返回 如果没有呢 它就会进行处理化操作 当然这个地方和 我们讲的那个 单列模式的这个代码 就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它这个思想也是一样的 它这个思想也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有了 那我们就直接用 如果没有呢 我们就实力化一个 对吧 这就是单列模式的 实现的一个思想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 都不是很难理解 通过这一点呢 大家如果是自己想 写一些库啊 就是写一些工具啊 也可以是用 也可以是用这种方式 就是如果是别人引用了 那你就不要再处理化了 直接返回就行了 对吧 如果是没有引用 那就处理化 这个地方呢 你如果是不注意呢 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比如说你没有注意 这个F的情况 这样的话 大家如果引用多次 它会处理化很多次 处理化很多次呢 第一种情况 可能是消耗性能啊 就是让人面办得很慢 第二种情况是 多次处理化 你可能会因为 这里面写的逻辑 会有一些没考虑权的地方 可能会导致一些bug 就是出入化完之后 再出入化一次 重复来两遍 可能会导致一些bug 比如说某一个地方 渲染两次啊 重复渲染两次啊 重复执行了两次啊 重复统计了两次 这都是一些bug 所以说这个地方 大家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自己 在做一些工具 做一些库 或者说框架的时候 要考虑的事情 虽然说它只有 短短的这么三号代码 四号代码 好 接下来我们模拟登录框 我们先看一下代码截图吧 我们先定一个class 一个login form 然后在这里面呢 进行一个属性的声明 就是这个state state我们默然变成这个hide 就是隐藏 然后再定一个数 和hide两个函数 然后最重要的是 在我们右侧 右侧我们在 跟我们之前演示的是一样的 我们对这个login form呢 加了一个gettingtaste的 一个静态方法 在里面呢 返回了一个实例 OK 那我们就代码演示一下 好 之前的代码呢 我们就删掉 当然你可以自己存起来 这个页面呢 我们也把它清掉 好 我们按照那个PPT的截图 开始写 glass login form 然后constructor instructor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state的这个属性 给它织化一下 叫hide 就是默然是隐藏的 然后 定一个数和一个hide 两个方法 数呢 就是如果 list.state等于数 当前如果是已经显示了 那我们就alert一下 已经显示 就提示不要再重复显示了啊 然后return就不再继续了 如果这个list.state 不等于数的话 那就继续对吧 继续就是我们会把这个状态复制成数 然后呢 打印一下 登录框 已经显示 已经显示 就说明显示成功了 对吧 我们这儿还是改成显示成功嘛 这样表示的更直白一些啊 hide也是一样的 if.list.state等于hide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alert 已经隐藏 然后return 如果不是呢 然后list.state 显示成hide 然后consult.log 登录框 隐藏 成功 好 这个class就已经定义完了 定义完之后呢 我们再写一下它这个 如果返回单例的一个精彩方法 login form.getIntense 还是一样啊 复制成一个自制性函数 这个自制性函数的目的啊 其实就是为了 在这里面加一个 笔包的变量 就是这个instance这个变量 要不然在外面加 会造成这个变量污染 然后return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目的 就是在于获取单例的这个变量 跟之前演示的时候是一样的 如果是没有呢 我们就给它 处置化一个 对吧 如果有了呢 或者说这个不走if 我们就直接去返回 好 这样的话 我们测试一下 我们先模拟 login1 就是说模拟一个页面的 我们先模拟第一个页面的登录框 然后让登录框去显示 这是第一个页面 然后我们再模拟第二个页面的登录框 让这个登录框去隐藏 好 我们保存看一下 就是说 现在登录框默认是隐藏 对吧 按理说我们在第一个页面 会登录框之后 让它显示 它就能显示成功 然后因为它是个单例嘛 因为是个单例 我们在第二个页面中 让它去隐藏 它应该也会隐藏成功 因为它之前已经显示过了 对吧 保存 回来 大家看 登录框显示成功 登录框隐藏成功 好 也就是我们这儿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改一下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页面 它第一个页面登录框显示了 第二个页面登录框 我们这样的显示 它会提示什么 保存 好 大家看 先打印出了登录框显示成功 然后又打印出了已经显示 为什么是已经显示的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单例对吧 它的两个是一样的 之前这个已经显示过了 你再去显示 它不就是还是已经显示 所以说我们还是改成以上 最后我们还是打印一下 login1是不是等于login2 好 好我们保存一下 看看它是不是等于 大家看 login1等于login2是处 对吧 也就是说它确实是相等的 也就是说它确实是一种单例模式 OK 演示完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PPT中 其他就是我们根据之前讲的 我们还能考虑到其他的场景 比如说购物车 购物车和登录框呢 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实现的方式也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购物车和登录框 可能这个业务代表上不一样 比如说登录框 它有登录的这个API 购物车呢 它可能会有 那个什么 印加购物沃 山中购物沃 这种API 这个我们就不再演示了 都是一样的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VEX和Redux里面的Stat 或者State 这块我们没法去演示 因为这个演示呢 跟之前说 拿VUE和React来演示 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演示这个 或者说如果分析 这个东西是个单例 那我们花费的成本将会非常大 这样的话可能会像是 另外一个要求一样 重点不是很明确 如果有机会 我们后面会单独的去分析 这个VUEX或者Redux 到时候呢 我们会再拆开来讲 但是这儿我们 就是先简单看一下 你觉得你在系统中 使用VUEX或者说Redux 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里面的Stat 或者State 它是不是一个单例 对吧 你用VUE也好 用React也好 它做的是一个 SPA的一个多页面程序 它里面可能会有 很复杂很复杂的业务 对吧 但是呢 业务越复杂 你就越需要使用 这个VUEX和Redux 作为这个状态存储 和数据存储 那里面的Stat 肯定是个单例 因为你的业务复杂度很高 你每一块业务场景下 获取Stat 都必须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才能导致 业务之间的数据同步 对吧 你模块A获取了Stat 然后模块B获取了Stat 必须是完全一样的 数据必须是可以共享的 明白吧 如果你模块A获取了Stat 和模块B获取了Stat 不一样的话 那你的模块A和模块B 就没法通过这个Stat 进行数据共享和数据传递 所以说这个地方 肯定也是个单例 但是呢 它为什么是 它的原理是什么 它的原码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在这儿就不再展开说了 后面有机会我会写手机 或者说再重新做教程 来说这件事 大家特别是用过这个VUX 和Redux的同学 一定要知道这个Stat 或者说里面的Stat 肯定肯定是单例模式 肯定是单例模式 OK 那我们设计原则的验证 每一个设计模式 讲完都会做这一步 首先 它符合单一制作原则 就是它把这个 处理化的工作 都放在一块了 就是这个GuySid Intest 如何让这个一个类 只能处理化出一个实例 这个时候呢 我把它封装到 这个GuySid Intest 那个函数里面去了 我没有把它 交给外卖的人来做 只能实例化 唯一的对象 对吧 但它没法具体体现 这个开放蜂蜜原则 也就是说 它这个单例模式 它没有说特别好的 去体现开放蜂蜜原则 但是呢 有一点很重要 它绝没有违反 开放蜂蜜原则 通过这两点验证 它是符合设计原则的 OK 最后我们花两分钟时间 做一个总结 想一下当时怎么介绍和实例的 介绍的时候 我们说单例模式 它是系统中 就是一个唯一的对象 而且呢 是一个类 只能处理化出一个实例 对吧 讲实例的时候呢 我们说过购物车 还有那个登楼框 这个后面呢 我们也做了代码演示 好 类图和这个演示的时候呢 我们是拿着Java的代码来演示的 这会儿我觉得作为前端的课程 演示一下Java的代码 也是OK的 也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呢 必须通过Java的代码演示 才能理解到什么是 纯粹的单例模式 对吧 然后呢 完事之后呢 我们又拿了一个GS的代码 来做了一个模拟演示 今天使用场景呢 我们讲了一下 Cquarton怎么去防止多次处置化 以及这个模拟了一下 登陆框的一个实现 购物车其实也是一样 登陆框的实现 最后呢 我们讲了一下 其实购物车呀 登陆框都是一样的 对吧 Redux和那个VVX里面的 那个Stall 其实也是单理模式 但是我们限于这个主题 我们没法去展开来讲